上周封面报道 南部东部强降雨酿灾 没有想到到了昨天 礼拜天又出了大太阳 天气时好时坏 结果农作物受损惨重 台东南横山区的高丽菜 正值产季 但是因为时勤时雨 造成山上的高丽菜 含水量超标 结果现在出现了 像是开花一样的撕裂状况 至少有上万棵都受损 因为卖相不佳 目前农民只能以三棵 一百元低价售出 另外南部也因为 接连几天大雨 出现了菜田泡水的状况 惨不忍睹 连日大雨高丽菜 小白菜全泡在水里 农民各个叫苦连天 都过了两天 积水状况完全没有改善 短短一周至少损失六七万 我们是在买水 浸水在这里就滑了 我们做这么多年 很少说火水会这么早 大白也白不出离 这路都整个都水 先是泡水再受日晒 高的农民一个头两个大 欲苦无泪 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台东 满地裂开的高丽菜 农民看得好难过 原本正值产季大丰收 却因为大雨来搅局 天气时好时坏 影响收成 菜家很便宜 所以人家也不选择裂掉 台东南横山区 种植三万多颗高丽菜 将近四成都裂开 卖相不佳 没人买 受到疫情影响 价格已经低迷许久 没想到又遇上这样的事 让农民脸都绿了 不禁令人好奇 高丽菜到底怎么裂开的 原来下大雨 菜心含水量会变高 但是放晴后 照射太阳就容易造成 菜心裂开 现在只能用三颗一百元的价格 便宜卖 如果可以达到天然灾害的 救助标准 我们那个县政府这边 才能协助来整合 请大家可以踏跃地采购 我们台东 很品质的良好的高山高丽菜 农业处表示 已经启动农业灾情调查 放宽救助标准 农民如果有需要 务必要申请 以免权益受到损失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